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您来我的养生频道 从中医的角度看,新冠肺炎主要侵害患者的肺和皮 表现为类似于咳嗽、咳痰、喘憋、气促等肺的症状 以及乏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泻等皮的症状 在疫情期间,我们都希望找到一些方法来保护我们的肺脏 增强身体的免疫力,从而抵抗病毒的入侵 今天就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的食疗方 不仅能够润肺止咳,还能够解肝毒、肠毒、润肠通便、降脂、降三高 强身健体,增强身体的免疫力,而且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尤其在这段时间,可以经常的煮一些来喝 可以很好地保护我们的肺脏,预防病毒的入侵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苹果 我们先用少许的水把苹果打湿 然后再用一些食盐把苹果搓洗干净 苹果被誉为是营养最全面的水果 它当中含有人体必不可少的各类氨基酸、蛋白质以及各种维生素、矿物质、胡萝卜素等 基本上可以满足人体的必需,又容易消化、吸收 苹果中的多酚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增值 一项研究表明,苹果中含有的黄酮类物质是一种高效的抗氧化剂 它不但是最好的血管清理剂,而且还是癌症的克星 另外,苹果中还含有较多的钾 能够与人体过剩的钠盐结合,使其排除体外 当我们摄入钠盐过多的时候,可以吃一些苹果 这样有利于平衡体内的电解质 研究还发现,常吃苹果的人发生心肌梗死的几率 比不吃的人降低40% 我们再来把它切成小块 而且苹果含有很好的美容养颜 润肠通便的效果 还能强化骨骼,降低胆固醇,凝神安眠 无论是对心脾两须,应须火旺 肝胆还是肠胃不合所致的失眠 都有较好的疗效 所以有一句愿意说一天一瓶果医生远离我 切好后我们把它放在盘子里备用 我们来准备一个雪莲果 很多人第一次看见雪莲果的时候都以为它是红薯 从外观看上去它们俩长得是有点像 它是一种非常纯天然的绿色保健食品 具有清凉退火,清热解毒,调理肠胃,调移血液 清除高血脂,降低血糖,血脂血压 有效抑制胆固醇,增强机体的免疫力,防癌的作用 它的口感爽脆清甜,可以当作水果来吃 雪莲果富含水溶性纤维和所有植物含量最高的果挂糖 所以它能够显著地促进肠胃的蠕动,润肠通便 能够快速地清洗肠毒,排除体内的毒素 净化体内的环境,抑制有害物质的吸收 防止毒素侵害健康 有三高症状的人吃了可以有效的降汁,降压,控制胆固醇 还可以消炎利尿,清肝解毒 对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有明显的保健作用 虽然雪莲果吃起来很甜,但它含的糖是果糖 所以糖尿病人也是可以吃的 而且果糖可以调理肠胃 便秘的人吃了马上就通畅了 雪莲果属于低热量的食品 其碳水化合物却不为人体吸收 所以它也是很适合糖尿病人或者是减肥人士使用 现在我也是隔三差五地煮一些来给家人喝 雪莲果消去外皮后 我们再来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后我们把它放在盘子里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一根胡萝卜 胡萝卜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食品 它为肝性贫 归胃、肝肺、皮、筋含有胡萝卜素 糖类施放挥发 有和多种的维生素 以及花青素 铁、钙等营养成分 它当中所含的大量胡萝卜素 可以补干明目 缓解眼睛疲劳、眼睛干涩 预防夜盲症 胡萝卜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 在体内可以分解成维生素A 维生素A可以影响多个系统的粘膜细胞 生物合成 如果呼吸系统的气管粘膜缺乏维生素时 粘膜上笔组织就会发生改变 导致功能异常 容易引发炎症 所以每天摄入10毫克的天然胡萝卜素 简单的说 如果能够每天吃一根胡萝卜 长期坚持对于呼吸系统 尤其是肺部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 胡萝卜把它切成小块后 也把它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把切好的食材全部倒入砂锅里 再来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的量你可以根据自家的人数来做调整 盖上盖子后 我们先来开大火煮开 现在水开了 我们再来转小火 让它继续煮15分钟 15分钟后我们这道雪莲果汤就煮好了 这道汤放盐或者是放一点冰糖来调味都是可以的 也可以什么调味料都不要放 它本身就口感非常的清甜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关火盛到碗里 这道汤可以滋润肺部 保护眼睛 清肝排毒 还可以调理肠胃和血液 清除高血脂 有效的控制胆固醇和糖尿病 还能够减肥瘦身 经常食用这道汤可以补充人体的营养 增强人体的免疫能力 是我们日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健汤水 如果是经常便秘的朋友 也可以经常煮一些来喝 因为雪莲果中含有非常多的果挂糖 据研究发现 如果我们每日服用3-6克的果挂糖 三周以内 人的排泄物中 有害致癌物质化合物的成分 就可以降低40%以上 而雪莲果的果挂糖成分 是干物质的60%-70% 其成分全是绿色植物中最大的 而且雪莲果、苹果和胡萝卜中 含有各种的膳食纤维 可以帮助肠胃蠕动 促进日常大便的排泄 帮助清除肠道的垃圾 减少有害物质对于胃肠的损伤 保护肠道 从而缓解便秘的症状 我们不妨多煮这道汤来喝 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可以看到更多的养生视频 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是小影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